要不是林依晨来演,老男孩女主角肯定会被骂得体无完肤。 刘夜、林依晨、雷佳音都是有演技的人,按理来说他们主演的电视剧应该是不错的。 可是,老男孩的剧本却让发先生有点失望了。 其实发先生一开始看的时候,还是觉得这部剧有诚意的。 女主角林依晨坐了好久的飞机,下飞机的时候整个人并不是光鲜亮丽的,而是有点憔悴的,黑眼圈有点严重,配上打哈欠简直完美。 男主角刘夜的职业再也不是什么霸道总裁富二代,而是一名飞行员。 刘夜的家也不像样板房那样宽敞明亮豪华,推开窗户也不是无敌海景江景,反而是地方有点小单装修别致,推开窗是居民楼外的广告牌的房子,十分接地气。 至于男主角刘夜,男二号雷佳音聚会吃饭的地方,也不是什么一顿几万块的日本料理店,也不是什么高级西餐馆,而是满大街都有的小餐馆。 本来一切都好好的,但越往下看,巴先生就发现老男孩这部剧越来越不接地气,开始悬浮,开始套路了。 老男孩最让人无语的设定,是剧情的推动全靠偶遇和巧合。 一开场,女主角林依晨和男朋友在澳洲旅行,林依晨累了就睡在后座。 他们途中停在了休息区,男朋友下车买东西,而林依晨则在男朋友下车后去了趟洗手间。 这时候男主角刘夜出场了,他开了一辆一模一样的车停在了林依晨的车旁。 你们知道剧情是怎么发展的吗? 林依晨上完厕所回来上了刘夜的车,而男朋友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也没发现自己的女朋友不在车上。 于是刘夜和林依晨就这样不打不相识,一起同游了一段路。 神奇的是,后来他们也很有缘分,都在同一个地方体验潜水。 林依晨在潜水的时候脚抽筋了,刘夜又恰巧救了他。 等两个人都回国了,又在派出所碰上了。 不过最强的巧合,是这个,刘夜还没相认的儿子的班主任是林依晨。 你们说这样的剧情设定巧不巧?妙不妙? 好了,偶遇就算了,巧合也能勉强理解,但八先生实在不懂为什么编剧要把女主角,设定成这么野蛮不讲理以及没礼貌。 林依晨醒来发现自己上错了车,事情都没搞清楚,一开口就对着刘夜一顿骂,丝毫不觉得出错是因为自己的粗心。 后来发现是自己上错了,却把责任都推到刘夜身上,说因为他没锁车自己才会上错车,这逻辑也是罪了。 被林依晨骂了一顿之后,刘夜就想着不管他自己开车走了。 此时林依晨又大骂,你也太不绅士了吧。 老实说,在路上遇到这么一个蛮横,没礼貌的女生,谁会搭理啊?要不是林依晨演这角色,估计这角色会更讨人厌。 上文说道,刘夜和林依晨回国之后在警察局偶遇了,两人一见面林依晨又一顿责骂,怪刘夜带他的学生去喝酒。 当刘夜解释自己没让他们喝酒,只是让他们喝了碳酸饮料之后,林依晨却对着学生说,你看他骗你们了吧?这种人的本质就是坑蒙拐骗,以后离他们远一点。 这罗吉巴先生也是不懂了,不让学生喝酒也成了坑蒙拐骗了。看来编剧为了让两人成为欢喜冤家,算是无是生非了。 在澳洲的时候,刘夜好心借了自己的墨镜给林依晨戴,分别的时候忘了让他还。 在警察局碰面之后,刘夜想起了这件事就让林依晨还,谁知道林依晨却不屑地说,不就是一副破墨镜吗?谁稀罕?小气鬼。 好心借墨镜给别人戴,到头来却被骂小气鬼,这对话要是放在日常生活中,林依晨演的角色就是着大的。 可怕的是,这么蛮横的女主角居然是一位九十后。 天啊,九十后不这样啊!这我九十后不悲啊! 比起不正常的女主角,男主角刘夜正常多了。 。 在澳洲被林依晨署了一顿之后,虽然她一气之下把林依晨扔高速公路上自己开车走了,但后来她还是选择回头宰她,不然良心过不去。 。 后来又主动借手机给她,让她打电话给男朋友。 再后来不仅开车送她回休息区,为了让她男朋友少折腾还送她到目的地,这完全是一个正义,有素质,有礼貌的人。 。 能理解编剧想呈现一出欢喜冤家从相杀到相爱的戏码,但强行把女主角写得这么蛮横,强行挑起男女主角的矛盾,后面的剧情肯定又强行让她们和好,这剧情看着实在太糟心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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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